赵丽颖在冯绍峰家中彻夜对剧本,第二日离开,网友,他们恋爱了,李晨求婚范冰冰的新闻早就家喻户晓了,忙于拍戏的赵丽颖,也被迫上了热搜,真的是躺着野中枪呀,李晨和范冰冰,已经像童话里那样,幸福快乐的在一起了,狗仔队就把目标锁定在赵丽颖身上,想在他身上挖点有用的资源。 近日,狗仔队拍到赵丽颖和冯绍峰,在与朋友聚餐后,一起回到了南方家度过了一晚,第二天才先后在助手掩护下,鬼鬼祟祟的离开了南方家,这个新闻一曝光,网上就吵翻天了,呼声不断,网友粉丝们也开始私针,有网友说,冯绍峰不是和郭碧婷吗?一部戏一个对象吗? 更有网友幽默地调侃道,今天刷微博的时候,看见热搜上,有冯绍峰和赵丽颖在一起了,对于这件事情,我只想默默地问一句,冯绍峰是不是和赵丽颖拍了新戏了? 其言外之意就是冯绍峰只要拍一部新戏就会和戏中女主有绯闻,其实小编想说的是,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人拍戏档期这么紧,还有重叠,我相信,他们很有可能是彻夜对剧本了,而且,我们从他们聚餐后,就马上回家对戏的行为举止中,也能感受到演员的不容易, 更何况他们两人难为婚女未嫁,如果说真如大家所想的真的在一起了,那我们应该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,但是呢,对于前阵子有人爆料说两人身,这情侣装约会同赴酒店的场景,赵丽颖官方也说,两人只是因为一起拍广告才合体现身,服装是同一剧组的统一服装而已,没有别的含义, 总之,如果两人真有恋情,那时早会在娱乐圈公知于众的,所以,我们吃瓜群众在二人没有公开回应之前,还是多关注关注赵丽颖接下来的新戏吧,冯绍峰与赵丽颖共同演绎的西游记女儿国,将在大年初一上映哦,词诗集的古装大剧知否知否,英式绿肥红兽也在本月开机了,预祝他们拍戏圆满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